天空的某个地方 三道浩瀚气息突然狠狠的对捧 黑炎在这一瞬间爆炸开来 黑炎飙射 两道身影略微有些狼狈到事而出 带着两个人吻下身形 众人才发现 那居然是雷影以及炎靖 那显然他们对手呢就是虚无吞颜 只不过看其模样啊 似乎两个人即便连起手来 都未能从虚无吞颜手中取得什么上风 九星斗圣 那的确是名不虚传啊 更何况啊 那虚无吞颜的战力 还不能用寻常的九星斗圣来衡量 他可怕的吞噬之力 足以让他击败同等级的对手 雷影和炎靖平复下体内翻腾的气血 灭色一片的凝重 两个人是把什么手段都施展殆尽了 竟然都无法取得上风 这么打下去的话 指不定会出现什么事情了 雷影趁着空闲 目光飞快的扫了一眼场中 不好 战场太焦灼了 昏毒的实力的确远非我们了解的那些啊 他看到了不少雷族强者陨落 虽然心痛 但却无可奈何 因为这就是战争的残酷啊 炎靖也点了点头 看如今这局面 必然会是一场惨烈大战 不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都一定得把古玉抢回了一些 因为他们都明白 一旦魂族开启了脱舌古地的洞府 并得到晋升斗地之谜 那恐怕光是他们一个人 就能把三族都给灭了 到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灭族之危机啊 不能放弃啊 嗯 两个人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中 看出一抹狠利之色 不管多么惨烈的战斗 至少现在的他们 还占着一些人数的优势 虚无吞颜 这时候踏着虚空 出现在两人面前冷笑道 混族为了凑齐古玉 筹划了数百年 若是如此轻易被你们打破 那也太异想天开了 雷银和严禁 面旁上寒芒一闪 刚要动手 一道略显急促的声音 突然在两人耳边响起 快撤 情况有变 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呢 让这两个人一愣 玄机面色大变 因为他们听得出 那声音是古元的 什么事连古元族长 都如此的急促呢 就在两个人失神之时 那笼罩天空的黑云 突然间传出 诡异的嗡名之声 一波波阴寒的气息 飞快弥漫 听得那耳鸣之声 虚无吞颜也抬起了头来 终于是要好了吗 心中略微松了口气啊 虚无吞颜也琢磨呢 三族加上天赋联盟 这强者的数量 的确是超过了魂族 若是再不采取行动的话 恐怕不少魂族的强者 都会葬身在此处 这时候就听到 嗡嗡的声音呢 越来越急促 与此同时 数道阴历的 无法形容的气息 缓缓从黑云中出现了 这等变故之下呀 整个战场都抬起头来 疑惑警惕的目光 望着上空的黑云 就听到 碰碰 突然间黑云翻滚 数道黑影从中标射而出 刚好悬浮在这片天空的 各个方位 众人望着那从黑雾中 射出的东西 顿时一惊 那是 那是棺材 那些从黑云中弹射出来的呀 居然是三个黑色的棺材 那种阴森 冷寒的气息 便是从棺材中渗透出来的 这时候就听到 哐啦啦啦啦 三道黑棺悬空 棺杆被突然掀飞了 三道宛如骷髅般干瘦的身影 缓缓从中踏出 顿时之间 三道比起先前 浑原天还要墙上一些的恐怖气息 在这天际之上 暴涌开来 让他联军方面 面色巨变 望着那三道身影 雷影和严禁两个人脸同中 陡然紧缩 满脸的惊骇之色 魂升天 魂咬 这些老鬼怎么还能活着 这三个人在魂族中的辈分啊 那甚至比魂天地都高 当年的他们早就逐渐陨落而亡 如今怎么可能还出现呢 盘坐在黑色巨门上的消炎 也因为这一幕倒吸了一口凉气啊 又是三明八星斗舍 而且这三个人的气息 简直跟雷影二人相仿 消炎现在的感知极为敏锐 可是他在瞬息之间 就感觉到一点不对劲 不对 这些家伙的气息有些不对劲啊 消炎从这三个人的身上 察觉到了一种 比魂元天还要浓郁数倍的死亡气息 这三个人 这三个人好像是活死人啊 消炎的眼角 突然剧烈地跳了跳 活死人是什么东西 如同傀儡般的存在 只不过比起傀儡 显得更加高级一些 因为这是需要使用某种奇特的方法 将原本一些已经死亡的人再度复活 但那种复活条件极为苛刻呀 而且几率还颇低 因此一般无人这么做 毕竟真正的强者死后 都有着家族或者宗派守护着 谁也不希望先辈的躯体 在死后还被人糟蹋 可是显然魂族不知道使了什么方法 把这些原本已经死亡的魂族强者 变成活死人 这样的话 便是能够再度为他们战斗 这难道就是魂族隐藏的实力吗 若是加上魂元天 那便是四名八星斗圣了 这等实力足以让的战争的天平 对着魂族偏移 天空之上 那三道身影嘴巴突然一张 死放即灭 死亡之界 最后竟然化作三道千丈庞大的黑色的巨门 那巨门之中啊 充斥着死亡的气息 这赫然又是三道死祭之门的 黑色巨门耸立在天空的三个方位 死亡气息暴涌而出 把这片天地笼罩住 在那死亡气息的侵染下 联军强者顿时惊骇的发现 他们体内的生机都在逐渐的消失 这三道大门形成一个阵法 把所有联军都包围在里边 看到这一幕 他们竟然打算用这个来狠狠的重创联军 雷营和严禁面色顿时大变 对快撤退 显然他们都认出这个就是远古时期 凶名赫赫的打针 当下急忙的喝倒 见到联军欲退 那三人之中一位枯兽老者立声喝道 魂元天回阵 祭司祭之门 完成大阵 听到老者的喝声 雷营严禁心头更是剧烈的跳动 若是大阵完成的 今天的损失可就大了 快撤 这时候就听到嗖的一声 狼狈的魂元天飞快的掠上天空 望着三人 面色突然青红交替起来 片刻之后 方才声音干涩的说道 我的死记师们 被硝烟那小子给抢走了 什么 听到魂元天的话 那三位干瘦老者面色都极端阴沉 死记之门被抢了 其中一人更忍不住的怒斥 魂元天哪 魂元天哪 我们筹划这么多年 方才修炼出四道死记之门 你竟然在短时间把他丢失 魂元天面色阴晴不定 他的心头也满是怒火呀 他也没想到 仅仅一个细小的疏忽 居然就让得硝烟有机可陈 他们如今所结成的阵法 那乃是当年中州上凶名赫赫的大阵 只有构建四方死记之门便能够创造出一方死亡之界 落入其中的强者 你甭管七星甚至八星九星都剩 都会被无尽的死亡之气笼罩 最后逐渐的沉沦 这番大阵 要是顺利的施展开来 那定然能够让得联军方面损失惨重 可是谁都没料到 在这个节骨眼上居然出现这种变故 魂元天咬了咬牙 他极为不甘心的说 哪个小子竟然达到了地境灵魂呢 我也没想到他能如此迅速找到我隐藏在死记之门的灵魂时 并且他把我的灵魂印记给抹除了 一名甘兽老者恼怒的看了一眼魂元天 转而看向另外两个人 现在怎么办 我们体内升级已然不多 此番动手所继续的升级也会被消耗殆尽 至少需要休养一段方才再度能出手啊 这段时间里若是再爆发大战 咱们可就不能动手了 一名面色灰暗的枯瘦老者 目光闪烁 森然的说道 代价已然付出了 自然不可能做无用之功 先施展大阵 尽量的重创联军 只要我魂族能够知晓的驼舌古地洞服 并把它打开 组长就能进入传说中的斗地 到时候就算真要复活我等 都并非是困难的事啊 听了这话 其余两个人都点了点头 事到如今只能如此了 魂元天 还不归位 早知如此就不该让你事先出手救那魂风 如今倒好 人没救到 反而耽搁我族大事 若非你也是我族元老 老夫现在便动手斩杀了你 那面色灰暗的老者偏头对着魂元天 力声喝道 似乎 也是明白这次闯了不小的祸了 因此魂元天极面面色难看呢 也没多说什么 他只能兴兴的转身 身形一闪呢 就出现在天空的一侧 浓郁的死亡气息从那掌心中涌出 然后和那三道死祭之门相连 顿时 一方黑暗的世界 并把整片山脉囊括进去了 死亡的气息侵蚀着其中所有的圣灵 滔天的死亡之气从魂元天体内涌出 他的脸庞上涌上了残忍的猙獰 小言啊小言啊 逮得我逮住你 老夫必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滔天的死亡气息 轻刻弥漫 联军大部队在此刻汇聚在一起 目光警惕的望着周围那些黑气 他们能够感受到 那些死亡气息正在无孔不入的 渗透入他们的身体 这种渗透 不论是使用斗气或灵魂力量 都是无法阻拦啊 雷影 严禁 以及众多古族强者 都面色阴沉的 望着那弥漫天地的 死亡的气息 这就是传说中的死亡之界大阵嘛 没想到连这 魂族都能施展出来啊 他们的心头忍不住 有些感到不安 这样下去 即便他们这些顶尖强者 能够抵御 可那些实力稍弱的 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损失 而这种惨重的损失 是他们经受不起的 黑烟王古猎 面色凝重的说道 必须尽快闯出去 先前 他被两位魂族实力达到七星斗圣层次的强者拦住 一番大战 倒也惊天动地 至于那三位本身实力 足以跟魂族四魔圣匹敌的魂族强者 古猎 以往却是连听都没听说过他们 显然这些都是魂族这些年隐藏的力量 这种力量远比古族要强许多 今日若非是联合了炎雷二族以及天赋联盟 光凭着古族异族之力 恐怕还真的难以和魂族抗衡了 炎静沉声说道 那呢 这里已经构建成一片死亡空间 而且这些死亡气息能够隔绝灵魂的探测 胡乱闯 反而会更加迅速地消耗我们的力量 古族三仙之一的古道苦笑着说 但一直留在这里 也是凶多吉少啊 现在的他们 似乎真是有些进退两难了 那位炎族的火灵仙子 妩媚的脸庞上变得凝重许多 古元族长想必也已被魂天地所牵制住 想要出手或许太过困难了 他的气息略微质色 显然是在先前大阵中也受了一些伤 众人也是略微有些沉默 谁都没料到这原本还不错的局势 怎么居然会突然间变成这副模样 在众人有些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周围弥漫天地的死亡气息之中 突然有着细微的破风声响起 旋即啊 众人就看到 泛着浓郁死亡气息的黑毛 不断地从周围爆射而来 这突如其来的攻击让了联军方面有些慌乱 那些黑毛上携带着浓郁的死亡气息 因此就连斗气防御都未能取得太大的效果 便是有一些联军强者被那黑毛生生地冻穿身体 转眼间身体就瘫倒而下 化为一堆枯骨 一丝丝的黑气从枯骨中渗透而出 见到联军方面处于被动的局面 雷影等人满脸的阴沉 该死的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强行冲出这死亡之界的时候 前方死亡之界突然急速蠕动起来 旋即一闪黑色的巨门便出现而出 别动手 是我 见到那先前和三道巨门一模一样的东西 联军方面顿时大害 然而不待他们施展攻势 那巨门之上便传出一道熟悉的声音 硝烟 听到这道声音呢 雷影等人顿时大喜 望向黑色巨门之顶 那里有着一道年轻身影 赫然便是硝烟 都随我来 这死亡之界虽然诡异 但他们用来构建大阵的死忌之门 却被我抢走了一扇 因此这大阵也不完善 我们从大阵最弱的地方冲出去 硝烟居高临下的 望着众多联军强者 文言雷影等人顿时喜行余色 这一回有救了 但情况紧急 他们不顾的多问什么 手掌一挥 大批强者急忙升空 走 硝烟沉声喝了一句 旋即屈指一弹 身下的巨大的死忌之门就飘飞而出 笼罩在大军的上空 一股犀利爆发而出 凡是靠的那些死亡气息 都被尽数的给吸了进去 失去了死忌之门的侵蚀 联军顿时感到压力骤降 体内原本运转的极为缓慢的斗气 也迅速恢复了正常 见到这一幕 雷影严禁 鼓烈等人都是大喜 这小子还真是有些手段 连这死忌之门都能抢到手 他们心中庆幸不已 还好硝烟抢了一扇门回来 不然的话 带着大镇真正变得完美 联军必然会遭到极重的打击 要知道 在那远古时候 可不乏有着宗派势力 被这种绝杀大镇 杀得鸡犬不留的传闻 在联军飞快对着死亡之界飞去的时候 似乎魂族的强者也有所察觉 当下弥漫天地的死亡气息暴涌而出 最后化为一只数千丈庞大的死亡巨手 一巴掌 狠狠的对着联军怒拍而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